南报昏睡女友上床 完事惊觉已吞药轻生 桃园市一名王姓25岁男子 去年9月某天晚上 看23岁女友躺沙发睡着了 就把他抱到床上黑宿 没想到完事后睡醒 才惊觉女友赴安眠药轻生 虽然赶紧报警送一件回一命 但女友事后控告他性侵 检方依据警方笔入 女友说没有被暴力威胁 也没有被下药 检方侦办时他否认性侵 他解释睡前虽然有争吵 但是也早就和好 而且真的不知道女友吃了安眠药 因为没有其他积极证据 显示男子性侵 因此予以不起诉处分 突发中心桃园报导